6月13日 有网友大爆猛料 称何游军婚后喜欢和嫩模一起玩 甚至还会背下风后的现金奖励 没想到引来了何游军本人的关注 他直接发布长文回对 言语激进 似乎十分气愤 该网友的发文抹黑意图十分明显 甚至还写到有时候某个嫩模把他哄得开心了 他还会讲对方一笔钱 对此 何游军反问了13个问题 直言是吗 你有证据吗 多少钱奖励呀 哪个嫩模呀 随后还暗讽对方没有正经工作 对社会没有贡献 人生无聊 消息曝光后引发热议 12日还曾有网友晒出偶遇何游军的画面 当天和他同桌的还有好几位穿着火辣的美女 西梦瑶并不在身旁 这一点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仔细看会发现 虽然桌上有美女 但何游军在等菜期间一直低头打着游戏 并没有和美女们有过多互动 除此之外 和何游军临坐的也都是男性 吃饭时 他也只是在和身边的男性交流 并没有什么语举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